据《产经新闻》在2018年12月15日的报道称,日本的PW-1200是大寒暴比航空发动机点火成功,整个试验效果良好,称将会在明年投入量产。 日方称,使用PW-1200发动机的MRJ飞机的计划进入了快车道。 之前MRJ的样机都是用性能较为平庸的就是发动机,效果不是很好,阻碍了其投入运营的脚步。 是非的MRJ,军用民用大型飞机在技术上有共通之处。 进入新世界后,日本在军民用大型飞机的研制上均投入了大量资金,试图打造属于自己的战略运输和民用航空力量,不过其工业体系存在缺陷,很多核心技术只能受到美国的制约。 与C-20军用运输机齐名的日本大型飞机计划就是MRJ支线客机计划。 日本的新发动机,进入21世纪后,日本确定了自主研发大型客机的意图,其航空企业还和航空公司进行资金上的合作。 根据一开始的合约,第一架MRJ飞机应该在2013年交付使用,但经过六次延期,最近确定的交付时间已经拖到了2020年。 除了日方企业和工厂自身的问题外,这样的延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MRJ支线客机的技术被美国人掐住了脖子。 C-2运输机,日本虽然科技较为发达,但缺乏大型飞机和配套设备的设计和生产能力。 如果一切从头再来,日本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还要投入庞大的资金,急于求成的日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 PW-1200虽然是日本工厂生产,但技术却来自于美国的普惠公司。 大家都知道,普惠在航发上研究经验丰富,比如F-22、F-35战斗机的大推力航空发动机都是其得意之作。 普惠公司为F-35提供发动机,技术上被人卡住了。 那么日本客机的研究速度实际上就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而是由美国人决定的。 美方自然是做得起价,既然你求上门来要技术,那自然要看脸色形式了。 实际上,PW-1200的研发速度十分缓慢,日方迫切希望掌握发动机的设计技术。 换而言之,不仅是学会生产,而且想学会思路,但美方要么拖延,要么抬价,双方的扯皮旷日持久。 另一方面,美国实际上是不乐于日本掌握大飞机技术。 从军事角度而言,这将让日本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显然与美军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要求不符。 民航上来说,则会给美国的大型飞机制造企业和航空公司培养出新的竞争对手。 最好的方式是,利用技术合作的方式,打断日本自主研发大型机的计划,然后制造障碍。 多次拖延,最终拿出一些不那么相近的产品凑数,MRJ,MRJ客机项目面对的障碍不仅仅是发动机那么简单。 比如,美国联邦航空局对于日方利用MRJ样机试图拿到北美地区试航证明的请求推三阻四,这导致日方航空公司十分被动。 如果飞机造出来了,却无法再投入繁忙的北美航线,那么对于收回成本很不利。 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型飞机需要使用的特殊航空材料上,日本也只能求助于美国,但美国却对MRJ项目的请求很不热心。 拖延了许久,发动机,试航证明,航空材料,美国人给日本设置了三重障碍,2020年MRJ客机能否如期交付使用,目前来看,还是个未知数。 但如果继续拖延下去的话,飞机的研发费用会进一步膨胀,而且将会引来出资的航空公司方面的严重不满。 整个项目虽然名为日本研发,但本质上已经变为了美国控制技术。 日本负责组装的加工工程,无非是换了个新壳而已。 2018年12月17日,印度方面的报道,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刚刚已经和以色列IAI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将采购83台以色列制造的M2052有源相控阵雷达和ELL-8212.22WB电子战套件。 这些先进的雷达,航电设备主要用于印度国产光辉MKEA轻型战斗机的改进,而这也是继中国和巴基斯坦骁龙战斗机,主推的KLJ-7有源相控阵雷达之后的,印度空军最新的一个大动作。 我们自己的一代神机LCA战斗机也要有有源相控阵雷达。 话外音,你们看这战斗机我都不敢开。 如果算算时间,以色列交货的日期就是骁龙第三批次,GB-3装备有源相控阵雷达型号开始生产的时间段。 不过,由于印度国内糟糕的航空系统研发能力,原定计划LCA要装备的国产相控阵雷达始终没有得到装机测试。 此刻已经无力回天的印度人,只能继续选择买。 买。买。 M-2052有源相控阵雷达。 印度空军规划LCA战斗机改进型号并不晚,而LCA战斗机在花费了印度大量的财力。 物力方面,却没有得到印度国内的多少称赞,除了对外宣传自己航空工业是如何如何强大之外。 而在LCA战斗机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并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东西。 相对于印度和法国、俄罗斯、美国航空技术合作,更多的是印度直接向这些国家购买主力战斗机,所以比较显眼令人关注。 但是实际上印度对跟一个国家在航空技术领域合作非常重视。 这个国家就是此次卖给印度LCA战斗机有源相控阵雷达的以色列、印度的费尔康战机。 以色列最早和印度的航空合作时间并不早,双方第一笔合同竟然是中国的费尔康预警机。 1992年10号,中国空军决定购买大型预警机,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与以色列谈好,双方共同研制一款大型预警机。 双方经历了四年后,以色列利用费尔康雷达满足了中国空军方面需要,中国马上向以色列采购了三套费尔康雷达,并且预警雷达系统选择使用了俄罗斯的伊尔-76运输机。 中国计划在四年后将接收第一架预警机,然而在1999年以色列突然宣称不能交货了,因为这架预警机被美国方面施压不允许交货。 最后在2001年12月18日,以色列正式宣布终止和中国签订的预警机合同,但是新生产好的预警机怎么办呢? 这样印度空军主动接盘,买到了三架费尔康预警机,这算以色列航空产业正式进入印度,而在2018年3月印度再次向以色列印购三套费尔康预警机雷达系统,都经过以色列支手改进。 自此以色列航空工业进入到了印度的市场,印度方面也是为了摆脱美国、俄罗斯、法国,提高自己的高科技技术研发水平。 印度开始和以色列航空合作,签署战略协议,印度准备用以色列的航空电子、导航、武器等改进手里大批的米格-21BIS和米-27战斗机。 除此之外,以色列还向印度提供了苏富30MKI战斗机所需要的作战控制系统和软件。 除此之外,印度还和以色列达成联合改进轻型多用途直升机。 印度航空公司总裁表示印度航空缺点就是航空电子领域,以色列会帮助印度成为世界一流的航空制造业。 印度的Speeder进程防空导弹,除了购买费尔康预警机升级米格-21BIS战斗机外,印度还从以色列购买到了绿松树原程战略预警雷达,并且以绿松树原程战略预警雷达为核心构建印度的战略和反击和打击地面指挥中心,并且以费尔康预警机为主要的空中指挥平台组成监视网络。 随后,印度花费5亿美金巨资购买了以色列的Speeder进程防空导弹,其在2018年12月9日正式曝光,印度还希望以色列帮助其打造10亿美元的国家级军事C4I信息网络通道,而印度和以色列航空还会随着印度军力发展而崛起。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的是,以色列也是为了利益从而和印度合作。 近日,由三大新闻颇引人瞩目,一是在美国空军基地,建造海军陆战队制造,用于训练的中国肩负20坡气式战斗机。 二是四年之后,美国终于造出和中国同款反引申雷达,33亿美元一架。 美国不敢将六代机卖给盟友,怕中俄窃密,仔细品味这三大新闻。 就可以发现,如今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正在让美国变得很被动。 甚至可以说,以前中国在军事技术上千方百计保密,是因为害怕自己的落后被美国发现而出现军事风险。 但现在这一局面翻转了。 在美军基地内发现的肩负20复制品。 首先来看看在美国军事基地内出现肩负20的一个原尺寸复制品。 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训练辅助手段,此举反映出美军对中国这个亚洲对手的战斗力日益担忧。 这其中透露的信息就是,中国的肩负20并非西方贬低的那样不堪,而是货真价实的可与F-22P美的第五代战机。 肩负20P量服役并形成初始战力,已经对美军的空中优势和隐身战机优势构成严重挑战。 美军将不得不认真重视了,否则就没办法。